歡迎收看二瓶子一起來 歡迎來到女兒的電台 我是尹真啊 我跟你講最近世界各地 真的是天災頻傳 真的 人家說這個天災是很難避免 對 這妳說得對 而且人禍這東西就是不能流 一定要連根拔起 移除 蛤 那要怎麼弄怎麼弄呢 我們就是要這樣子一直噴 一直噴對不對 你看你一個禮拜來錄一天嘛 一天錄五集嘛 這樣噴下來 總有一天會噴到你後腦勺 整個結冰 然後呢 你就沒辦法來上班 是不是人禍就移除了 沒有想到我是 當然啦 好啦 老頭 玩不利 你有沒有算過你來上班之後 到現在有噴掉幾瓶乾冰呢 噴掉幾瓶乾冰 其實呢 這個我沒有算過 可是我最近發現呢 這個乾冰的這個當瓶啊 都整個換新了 我覺得多多少少是我在贊助的 我覺得洪毅沒有你真的賺不下去 真的不行啦 真的 真的不行啦 今天要講的就是 300瓶有了 300瓶有 真的還假的 哇 怎樣 是600 600瓶 600瓶 因為這個後面有兩瓶啦 對啊 你要乘以二嘛 對啊 夠了沒 神經病這些人真的是 你噴掉600瓶也好酷喔 你今天要講的真的天災人禍不斷 最近的新聞大家都有看到 對不對 地球的肺 是 天啊 已經燒掉這麼多了 現在大家這個地球真的是微微可欺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好好來看一下 我們世界各地 到底有什麼樣的天災 那我們應該要做一些什麼呢 是 因為我們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 對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哪裡有天災就往哪裡去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兩位 剛才對面呢 走到哪 天災就到哪 因為他本人就是人禍 我們的聯合國部隊 歡迎 就是個天災 平和國代表們要來分享 旅遊前不能不知道的 各國特殊天災 究竟老外們遇到這些致命災害 會有哪些應對方法呢 有時候從小到大有沒有 就會被教 就像我女兒現在上課也是 對 我有時候都要訓練她們 自己做這個防震 防災包 所以你們應該也有吧 各國的防災包裡面 到底都裝了什麼 有嗎 有 主要的是就是 就是你要把所有的針件 主要的針件都帶出去 因為如果遇到就是什麼狀況 他們怎麼知道你是誰 那你怎麼會放在防災包裡面 平常就要帶出門 對啊 那你就 所以我習慣從小就是 把所有的針件放在一個籤包裡面 就是把身分證 護照 隱蔽 然後放在裡面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因為正本你可能要拿去用嘛 這是我認識你那麼多年來講過 最有道理的一句話 最聰明的一句話 那我之前講了那麼多 我被噴了600瓶 我到底在講什麼 被噴是有原因的 對 然後就是 可能就是水瓶啊 搭貨機啊 可是那時候就是老師要求 我們自己準備東西 因為有些女生很愛化妝 就是沒有辦法縮顏出門 所以很多同學 對 寧願裸體 但是要化妝 要 至少被認出裸體是漂亮 對 所以就是很多女同學 帶了化妝包 然後他有一些男同學 就帶了一些零食吃 罐頭必須 對 罐頭什麼的 就很重很重 但是他帶了一大堆罐頭 沒有開罐器 對 沒有 可是 有沒有 拿出來我開 他是這樣子開喔 可以開的 一開 但是你講到一個重點 至少要放個瑞士刀 對 對 對 所以就是那時候 真的被老師罵了一堆 因為就是如果真的遇到天災 我們也可能就是救不了自己 對的 是 這個東西很重要 對 裡面有一套換洗的衣服 對 一定要有 然後褲子當然也要有 然後很重要的 呃 證件 所以 呃 因為馬來西亞人可能我們覺得 要重辦所有的證件 很麻煩 因為就不同的部門 然後又要等 所以很多不同的這些銀行的一些 呃 存責啦 什麼的 房屋的契約啦 然後這個護照也很重要 然後還有一個 我覺得 都把我們救活了 這個 泡麵 對 這泡麵很重要 等一下 你帶泡麵 你什麼 去哪裡煮熱水 對啊 你的水在哪裡 所以他後面還有一袋 有水跟鍋子 對啊 那你鍋子怎麼生火 他後面還有一袋 還帶泡麵 對 不是 你去到那些 你要不要整個 前都刷刷鍋帶過去 神經病 對 反正水不難找嘛 水不難找 然後還有一個是我們從小吃到大的 這個補充能量 這個很重要 這個OK 對 沒路 然後 接下來可能是我覺得 我個人比較奇怪的 他等一下就拿出麻辣鍋底 在幹什麼 在幹什麼 你只想要吃耶 不是 辣椒醬很重要啊 他只有辣椒醬跟乾的泡麵 所以你兩天都會 沒有 就是會是鹽醉 就是有本體的 而且吃辣要很講究 有一些有蒜頭 有一些沒有蒜頭 還帶兩罐 就所有馬來西亞人都會放辣椒醬 還是只有你這樣 可能就只有幾包吧 他們 然後剩下來就是我自己加的 所以還是會放 他只有一包泡麵 但是有 很多醬 六包辣椒醬 兩 六包加兩罐的辣椒醬 是 辣椒醬太重要了 重要了 馬丁你是要去三天兩夜旅遊是不是 我就第一次弄一個 一個防災包吧 是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那個叫防災行李耶 就帽子嘛 然後手套 玉涵手套 這都OK 我以瑞典的立場想嘛 這都比辣椒醬好 沒有 但是 還有一個 一個暖暖包 你到底多怕冷啊 沒有 有時候半夜啊 這國是最怕冷的瑞典人 但是因為重點來了 重點一定是要帶的嘛 桌遊 桌遊 超票 有 而且因為 因為要有一些不一樣 也有一些選擇嘛 也太多了吧 對 開店喔 這麼有空 不是 房子已經被搖著震得亂七八糟了 你去哪裡玩桌遊 所以啊 你需要你後面就沒事情做嘛 然後就是 這樣子可以打發時間 等待救援的時候 對對對 你會無聊啊 那這樣子就搞定了 你還在休息室問我 為什麼金鐘獎 我們一直進不去 為什麼不聽聽內容呢 可是因為很多的不一樣啊 有什麼 推理的啊 有合作的啊 不是這個重點 比較多人設的拍照啊 那個就是很順利啊 就是每一種都要啊 每一個人都喜歡 謝謝 太奇怪了吧那個 對啊 那我覺得我的實用多了 像 這個好了 我手電筒一定要嘛 沒有 但這一隻又有防身用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我手上這個 我手上這個 這是一個救難神 蛤 它其實很好用 蛤 這是裝飾品嗎 它平常是裝飾品 但是 好 它身上還有幾個功用 第一個是 它這邊有哨子 好酷喔 哭出來是一個套子耶 滿好用的 然後再來就是 那些帶辣椒醬桌遊的 給我看清楚 什麼才是 狼狽包應該放的東西 是不是 還有它還沒玩 這個功能我還沒用過 它的這個中間這個棒子 跟這邊這個鐵片啊 它是 打火師 喔 好適用喔 是可以打火的 然後再來一個功能 這個就是 它這個中間真的不是裝飾 它這個是救難銀神 你其實可以把它拆開來 我有一條拆開來的 拆開來之後 哪裡買啊 它就是網路都可以買 它是一個大概 兩公尺三公尺的銀神 然後它其實拉力很強 你可以拿來吊東西綁東西 或是 或是你 就算露營要用也用得了 所以它還滿好用的 欸 這可以耶 可是真的感覺好像很難拆 或是拆完的時候已經罹難了 可是你拆開 等一下 等一下 緊急要拆是真的滿難的啦 對啊 但拆開完之後還能再綁回去嗎 綁得回去 只是很難 所以我綁不回去 綁回去幹嘛 這就是說 如果被救 對 我說下次還可以再用啊 你還有空忙這些 你要不要綁中國節 這會 你要不要綁一個愛心 總比辣椒加的也好吧 還有一個 我還會隨身帶一個 這個包包裡面就是 這個其實滿有用的 這什麼口罩嗎 這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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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為什麼我要戴這個 我曾經過一次 在遇到災害也要有公德心 要 不能亂尿尿 不能亂尿尿 而且 而且尿完洗乾淨 可以拿來煮泡麵 對 可以耶 而且是熱熱的 熱熱的直接衝就好 對啊 沒有 你看你真的遇到好比說地震 你被困在一個小地方 你總不能一直亂尿 你會被淹落 對 然後我是因為我曾經在北海道 就遇到暴風雪的時候 被困在車上 六個小時 在車子裡面 在車子裡面 可是正容量只能尿兩次耶 不不不不 那一個沒有瓶子不錯 它是 你還是要有東西去裝啦 它只是讓你不會噴得亂七八糟而已 所以你平常只會 你偶爾很活潑喔 那包包裡面有東西 對 但是這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用的 所以這幾個是我平常會放在裡面 是 這幾個真的都很棒 還是 我希望對面那幾個好好的給我看清楚 接下來是勇太耶 對 其實 你要有心理準備喔 你剛剛說那個什麼 尿尿布 我覺得你的想法不錯 這個 臭在腹 選的其中一個東西就是 極便帶 極便帶 就是 到處都可以 像對的那種 因為那時候是連廁所都不能用嘛 大的小的都可以嗎 好像用大的比較好 因為這個有點貴 小的發在外面就好了嘛對不對 很貴喔 對 但是那時候 我是可以在外面像大便的人 但是很多女生都那時候不敢做 對 後來就便秘了 然後有些人開始掀病 所以你趕快送給Tasha 嗯 好 好送喔 謝謝 再來是 水嘛 這個是最基本的 水一定要 因為怕便秘 那我剛剛只有幾便帶 因為要泡泡面 對 再來是 是不是 是不是 泡泡 為什麼 這個到底有多重要你知道嗎 好 多不重要 我講一下為什麼這個才是重要 是因為 他心目中 我有 他沒有理論 我是有理論啦 好不好 那時候 我每天就在那個學校的體育館 後來 那時候就是他們朋友 一天 他們朋友吃兩個飯糰而已 後來有一群台灣人 他們過來我們的學校 是 然後發給我們吃這個 咖哩醬 而且這個不是一般的咖哩醬 就是 不用加熱 直接可以吃的那種 哦 不用加熱 可以直接吃 我的辣椒醬也不用加熱 也可以吃 不用 不用堅持啊 你自己留著 你自己留著 沒問題啊 這是給軍人的 冰沙他們用的時候 就是自己他們可以吃 真的嗎 我那時候覺得 人生就沒興趣 是不是好吃 好吃耶 你確定這是咖哩 不是急便帶 從來 才從回來好不好 因為你剛剛 因為你剛剛拿出來 好髒的 導播拍到 因為那顏色有點像你知道嗎 好 再來是 有一個日本的公司 發明了更方便的一個東西 這什麼 就是 炒飯 炒飯 而且加 可是對不起 炒飯不是乾的嗎 對啊 應該是西飯 可能加水它就膨脹了啦 就像太空人吃那一種 就可以吃了 對 而且不用加那個熱水 直接加水就可以的那種 對 直接加冷水就可以吃的那種 喂 它裡面有一個那個 線 水倒在那邊 我覺得是還不錯啦 而且這個水會 後面會乾掉嘛 所以感覺 對 真的 真的有炒飯的感覺耶 一開始加水嘛 但是那個會乾掉 嘿 銀針怎樣 好吃嗎 好吃嗎 對啊 它裡面還有一個小湯匙 你吃看看 就是以吉舅包來說它的味道是不難吃的耶 還有蝦仁耶 是蝦仁炒飯 對 還有 還有其他的口味 你剛剛那個咖哩呢 你真的要吃一口咖哩 那咖哩好好吃 它有泡麵的感覺耶 吃起來 可以這樣子啊 如果配咖哩會更好吃 然後這時候如果你在旁邊遇到和平 還可以要一點辣椒醬 是不是 咖哩已經辣了啊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先一定要準備的東西 對 好吃雖然是冷的 可是好吃 是不是 是不是很好吃嘛 對不對 真的好吃耶 謝謝喔 我覺得那個必先一口冷掉的便當好吃很多了喔 真的 然後 所以它這種真的是這個嗎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個 這什麼 這幹嘛 這幹嘛 噴槍 噴水漆 喔 為什麼嗎 因為 就是吃完泡麵那個碗要洗 不是 這個是 好有功能 就是那時候 每天他們發給我兩瓶水而已 是 那一瓶是用來喝的嘛對不對 那另外一瓶是要洗東西呢 或是洗澡 但是用這個怎麼洗澡 這麼小還是 對 那後來我就想到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就是把水 裝在這裡 然後 比較酸水 喔 好舒服耶 那我建議你裡面 有點乾洗的感覺 那我建議你裡面現在是裝酒精 酒精不用擦幹嘛 要直接消毒 不要浪費水的那種方式 對 我自己想的有點不一樣 像我之前我會覺得 比如說如果有什麼 那個高水啊 你就是 你沒有辦法游泳的話 我們一大一大就都在用這個 喔 放在手臂上的 那 你相信要不要錄影前先吹 太慢了吧 那吹滿久的耶 慢慢來 那你就是吹到飽 一收 可是等你吹好 你會不會已經在海底了 那個時候我們緊張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大的體力 我們就可以吹 好 比較快 Yes OK 然後這個很聰明 你們一定沒有想到 我們現在大家都很愛科技 我們很多很重要的東西 都是放在電腦裡面 對 可是地震的時候電腦就不見了 對 尤其是低潮 Yes 太重要了 對 所以我們就是 大家都會大概會有一個硬碟 我覺得可以長長更新 就是同步 那你的重要的東西到 硬碟裡面 然後有地震的時候 都要沒命耶 你在同步什麼啊 咦咦咦咦 有一些已經 已經隱退了 你知道嗎 你要去哪裡找 他不會再出了 誰 蛤 誰 有一些人 對 就是這個 然後放就小小的 但是你像 比如說我很多音樂的檔 如果我的電腦壞掉了 我可能 好幾個月的工作都沒有了 對 就是放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帶手了 那是一種回憶 對 沒有 你們兩個好像在聊不同的東西 是嗎 地震來了什麼 然後你活不下來的話 我覺得可以寫一封信 跟你說愛的人 這個也是一個很 你看義大利人就會做這個事情 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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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有一封信 然後是寫愛人 那那個愛人 到底是誰啊 給我的 就是這個 你有時候不要寫 所以沒有就是撿到的人 就是當做愛人 你不要寫太清楚啦 因為都不知道誰來拿 我的就是 當然關頭嘛 一定要吃飯嘛 嗯 跟你講 還有水啊 他是一開罐的啦 一開罐 我是擔心他 你也在呼打不開 我擔心他 我幫他檢查啊 你這個好耶 手電筒 然後當然要有一些藥啊 這個 因為你不能斷藥 對 那個也是便秘的藥 上面有牌子 所以我就這樣跟你們講 我知道 一些家庭常備良藥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受傷了嘛 對啊 對 或者說頭真的很痛嘛 對 對 要準備啦 然後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在南卡州遇到宅男 不管是龍捲風 冰爆 或是怎麼樣的眼水 什麼 最需要被處理的就是 樹 因為到處都會是樹 樹掉下來 樹在路上 然後你可能好幾天 都被困在那個地方 嗯 那這時候呢 巨子 蛤 嗯 呃 會不會太小吧 是不是要保養 是不是這樣 加個油 因為我們是用電的這樣 電鋸 我沒有用這種 所以你帶這個尺寸 是以防有人生日要切蛋糕 切西瓜 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你想要切一棵樹 用這個 這怎麼切蛋糕吧 一定會有比較大的啦 一定會有比較大的啦 是不是自己也覺得有一點好笑了 真的 是有一點小啊 可是Justin我會以為 你的這個木頭是什麼用的 那你不是說路上都有木頭 你還帶木頭樹都倒了啊 那你帶木頭幹嘛 不一樣 這個是木材 這個是用火燒的 那你的火在哪裡咧 我是 我是現代人 我有拿打火機 那你有帶打火機 打火機咧 今天喔 欸 有誰在抽煙啊 好啦 我沒帶了嗎 我沒帶啦 另外一個就是跟阿丁一樣 一定要有娛樂嘛 那這時候 我都會帶我的任天堂3DS 沒電怎麼辦 就放電池 欸 還蠻多耶 還蠻多耶 有 還蠻多 大概可以玩三天三夜 雖然型號吃錯的 但是沒錯 只可以玩很久了 OK 對 一定要有娛樂 一兩顆兩個最大的問題 現在就是溺水跟少長寶 所以 然後因為 溺水什麼意思 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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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淹水蠻嚴重的 一兩顆 真的喔 大概每年會淹得 大概一層樓高 那一顆有水嗎 那邊不是就是 沙漠地形多一點 沒有啊 其實我的嘗試 我嘗試就是一條河在中間 它平常是 冬天的時候 它一定會淹水 淹水會很高 因為它就是下雨 就是突然下得很大 就像太平洋 但是 因為譬如說 美國進來的時候 就是一兩顆的軍人 跑掉的時候 他們就所有的東西留下來 然後我們就見他們的東西 我們見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哇 你這個很高級的部分 對 好酷喔 這個 這個撒上寶的時候來的 你用到 你完全沒什麼 真的喔 你可以出去外面 你可以呼吸 也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去約會 幹什麼東西 幹什麼東西 好酷喔 軍人用的 真的很專業的 然後你可以帶了 你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這太酷了這個 對 然後更重要的是 因為我說我們要泥水 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那什麼 也是 還是要一直吹 你要睡覺的時候 你也可以讓鏡頭 然後 眼水來了 就可以放一隻 喔 爽 爽 那不是一樣 你放兩個 就可以 就放兩個 就可以起來了 對 然後你看大概 五到六秒 就可以走 所以他存活的機率 比吳子龍高 高很多 對… 既然我帶的東西 可能唯一有一點點像 可是還是比較 屬於遇到天災的時候 例如說 這個是防水 防風的火雞 就是不會怕水 不會怕風 然後呢 這個必須 防風打火雞 這個勺子 你有勺子對不對 可是帶是防水 它碰到水就還是可以繼續吹 另外一個就是 遇到手電筒 你如果沒有電 我的手電筒是 太陽能量的 哇 高級喔 而且他已經用很久了 還有這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如果沒有辦法自己燃火 就是 找到火 也沒有火機 你可以用刀 把這個東西造成好多的火 對 就是類似這樣子 怎麼弄啊 就是要刮那個 這個黑色它是曼根尼澤 然後呢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東西 直接對 所有可以 就是燒火的東西 喔 而且他的 而且他的 喔 你不是要先摸 要摸那個銀色的嗎 蛤 不用不用 不用嗎 要摸銀色的 再加這個它就會著火 哇 真的嗎 這個很像畫火柴的意思 它現在要摸一摸 然後另外一邊 可是我現在不要摸了 因為它真的會少掉 OK OK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是 你如果把這個東西 譬如說放在輪胎 它就可以出那個黑煙 去達到自己的那個信號 信號是燃火 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是這個 那是什麼 就是LIFE STRONG 吸管這麼大隻 這可以是珍珠奶茶耶 我知道了 不是啦 吸管也太大 然後那一根吸管就露出來 你就可以呼吸了 是這樣嗎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我不開玩笑 這個已經賣了很久了 而且隨時都一直放在我的背包裡面 因為這個呢 它是2005 就是一個瑞士公司發明的 就是為了給這些非常窮的國家 就是找不到可以喝的水 而且它是在那個海底的地震 跟那個 巴基斯坦的那個洪水的狀況 政府也是把這個 就是隨時免費給大家使用 為什麼 因為你把這個東西 可以在隨... 隨時所有髒水的地方直接喝水 立刻喝水 是小型的濾水器 它會排出那個水 都可以 而且這個已經抖過了好多獎 不開玩笑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多少錢... 這個現在在台灣賣了 都會少過600塊台幣 而且一個吸管 你可以一個人用大概三年 因為它可以吸管 大概一碗多的那個工繩的水 可以真的吸管太多了 而且你喝的水 不管是在那個...泥土裡面的水 或者瀑布 或者譬如說水管 水便的那一些 這樣你可以喝馬桶的水耶 也可以 你也可以啊 可以喝馬桶的水 對 因為這個好多外國人 在YouTube都在示範 就是把各種地方 最長的水直接喝 就是沒有裡面有任何那些細菌 哇 這很棒耶 感覺很好用耶 好酷喔 你就直接看到水 插進去的時候就可以吸 就可以喝 對 因為以前常聽到老人家說 逃難的時候要帶金塊 對不對 所以呢我就戴鑽石戒指 好酷喔 他有一些 就是看... 為什麼 如果沒有錢的時候 像我要跟他買那個吸管 我戒指跟他換吸管就好啦 是不是 你怎麼不換啊 他怎麼不採 或是一個鉅子給他 對不對 可是真的 因為你... 例如說 你要搭上最後一班航班 然後你沒有錢 又需要用東西換 對 要用東西換的時候 這也有道理 就帶一些保值的東西 你可以直接跟他換啊 對不對 這也有道理 是不是 而且因為帶錢 搞不好錢已經不值錢了 對啊 那這些東西還是有保值的那個 對 然後還有這個 不是 幹什麼 不是 因為... 因為這個一顆涼糖吃了之後呢 我可以撐一個小時不吃飯 是 所以裡面有五十顆 我可以撐大概快兩天 左右的時間 真真 所以如果沒有東西吃 我就含這個就可以了 對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平板電腦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呢 因為小朋友其實在災難的時候 會很緊張 所以要撫平他 就是心裡很緊張的心情 就給他看平板電腦 其實我覺得... 也看不了多久了 不會 我有帶... 我有很多充電器 有充電器 然後呢還有這個 這個酒呢 就是我自己... 撫平我自己的心理 終點 因為我可愛 那個酒好可愛 我可能會很害怕 然後想說自己就喝個酒 然後就是壓壓心這樣 平靜一下 對... 我為什麼覺得如果我們今天有災難 妳是第一個往生的 真的嗎 還假的 我怎麼第一個 你才第一個往生的耶 哇塞 他們的車帶包好特別喔 真的 因為真的的是喔 妳也沒有辦法預測到 妳什麼時候會發生這樣事情 所以呢這個... 事先的做好這樣的準備喔 妳看每個人的東西 其實都很棒 妳們從小都有經歷過什麼 天然災害有嗎 伊拉克的撒傷寶很嚴重 因為他來的時候 就是... 你第一個就是無法呼吸 因為他來的時候就是速度很快 你就大概... 你在這個地方 然後完全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三十分鐘內 變暗暗的 然後他全部來的 他來的時候就會... 看起來是這樣子 哇塞 好可怕喔 天哪 他會... 而且他的速度真的很快 這很像那個神鬼傳奇 對啊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就是... 你現在看到這個 大概... 哇... 三、四分鐘之後 已經到了到這個拍照的地方 好可怕喔 天哪 比如說這個人站在這裡 如果三分鐘內沒有進去的時候 就完蛋了 而且這是戴口罩什麼都沒有用 因為妳戴口罩 今天根本沒有用啊 因為他... 他速度很快 然後... 就是... 然後一直... 然後又一種... 龍 然後譬如說我們之前... 我... 我第一次發生在伊拉克就是... 十四歲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提足球 然後我們提足球的時候 突然... 就是問題是他會... 突然來的時候 然後突然來的時候 就是突然... 就是變... 就是下午的時候 天亮的 然後變暗 然後因為我們的教練 就是年紀比較大 他就知道他... 會發生了 他說 就是馬上... 他說不要拿東西 你們跑 可是跑來得及嗎 然後因為足球場 是在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然後旁邊我們... 我們家很遠啊 然後就在後面什麼 他說你們跑 卡到誰的房子 就敲門進去 哦 然後我們就跑了 跑了大概五分鐘 然後我們就找一個房子 我們敲門 然後跟他說 撒上跑來的 然後我們進去 所以我們二十四個小孩子 就塞進去他們的 哇 然後... 在那邊待了大概三四... 然後最後一顆進來門 忘了關 你知道嗎 你門關了還是會進來 等一下從小 但是盡量你可以至少就是呼吸 因為如果在外面的時候 大概你可以... 你扛不到大概 最最遠看到的大概一公尺 比如說我正在這裡 我絕對又看不到你們兩個在那邊 嗯... 會這樣... 然後根本沒辦法呼吸 所以每次來的時候 很多那種有... 什麼小船... 小船的...小船病 小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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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多人會... 小船病 最多就是冰爆 哦 冰爆其實從外面看 你會覺得是一個蠻漂亮的事情啦 因為它就是... 在我們天... 冬天的時候天氣是零下 就是... 呃... 可以有冰塊的時候嘛 呃... 我們會有廣播報說 我們可能這幾天會有冰爆來 然後會有下雨 然後你會覺得說 OK 下雨就沒事情 然後... 它就會一個晚上慢慢的下 慢慢的下 然後慢慢下 然後那個雨一落到 比如說葉子或是任何東西 它馬上變成冰塊 到處都是這樣 很美啊 什麼都是一層冰塊 不管是你車子 葉子 什麼東西都有了 然後比如說我們那個電線 電線的冰塊太重了 它會把它拉下來 我們差不多一個禮拜都沒有電 家裡都沒有電 差不多六七點都全黑 然後比如說你要做功課什麼 都要用蠟燭這些東西 然後有一次我們要去上學 然後我們還沒有請假 但是我們要去上學的時候發現 因為我們那條路是死路 然後也是住森林裡面 我們開不出來 因為路上都是這樣的木頭 因為樹也太重了 它到處都會這樣跨下來 冰爆是樹也會塌下來 但是是 是瞬間結冰還是怎樣 沒有它是 它是從下雨 它就是下很多很多雨 但是因為它是 就是可以變成冰塊 太冷了 零下 所以它就會慢慢 就一層冰塊 一層冰塊 一層冰塊這樣 可是就是天際上那邊 就是海不夠冰 所以它不會變成雪 不夠冷嗎 對 然後所以它會造成 你會很危險的 就是你如果發生這種東西 千萬 就算你路上沒有看到冰塊 不要開車 我們有一個叫做黑冰 黑冰是跟路一樣的顏色 看不到 它就是再黑一點點 你車子一碰到那個冰塊 你就失控了 黑冰會失控 會 那白冰冰 怎麼樣 整個節目聊得還滿正經的 瑞典其實啊 這也是就是比較多的就是 暴雪吧 暴雪 瑞典冷起來很冷耶 就因為瑞典冷嘛 所以那時候就會有的就是 像冰爆啊 跟就是暴雪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時候其實會 因為每一年其實都會下滿多的雪啊 然後比如說說比較最近的啊 是好像是2015年啊 那時候就已經就是北部的 瑞典北部就已經破了一個紀錄啊 然後一天就下了1.2公尺的雪 所以一天就是從0到1.2公尺 很高耶 下幾天 然後後面它整個的那個那個 那個程度 就已經超過了300公尺 就3公尺了 300公尺了 3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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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尺了 因為那麼多的雪就是會變成 就是說公車啊 電車啊 火車啊這雪其實都不能動嘛 然後因為其實我也是記得就是 我以前在瑞典幾乎每一個那個冬天的時候啊 下很多雪 因為我們家在山上嘛 比較像山上 然後如果要去其他地方都是往下的嘛 所以那時候我幾乎每一次就是 如果要去朋友家 或跟他們玩或什麼 我就會拿了一個那種塑膠的盆子嘛 然後從那邊就 然後就這樣去叫朋友 對 因為通常就是遇到那個 然後現在沒有電車什麼 那就直接坐下去啊 然後可以坐 因為整個各的朋友就是這樣就是 一個脅迫的 所以就可以坐下去 然後等他們就是把那個雪弄掉了 就可以坐電車回家 像小時候我們每次看到那個下雪 我就 然後馬上衝過去 然後雖然我的阿嬤說 欸勇袋 你不要吃那個啦 那時候我就不理他 那個老師是吃冰吃到喉嚨熟起來是不是 好 後來呢 後來我就把很多雪放在那個書包裡面帶回家 蛤 對 雪可以帶回家 不要亂講話啊 怎麼可能 這樣才可以慢慢的享受是不是 可是你放書放在那邊 你的書還好吧 直接把水果帶過去吃個抓冰你知道嗎 對 把水果帶過去 然後依照家媽媽說 永泰吃飯了 我吃飽了 對 有一天我風滾的吃那個雪 沒想到隔天我就 風滾的落肚子了 這怎麼會沒想到 真的 真的 我是建議你們啦 因為你們有一些台灣人很喜歡 去日本的時候吃雪是不是 沒有 我們沒有 天災了 有啦 哪裡 天災哪裡 夏威夷的那個天災 火山爆發 去年的暑假 我們去夏威夷的那個大島 那個新聞很就是很大 那個火山爆發很嚴重啊 整個那個房子都被就是燒起來 然後很多人都沒有家可以回去 那時候我們要出發之前 才知道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到底該不該去 因為房子都已經訂好了 所以就問打電話 當地的住宿的房東 房東就說 對啊 可是看新聞整個已經很嚴重了 你知道嗎 他就是跟我們保證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飛去 結果真的 到了現場 真的是 當地呢 其實我們那個大島很大 你知道嗎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是離那個火山爆發的地方很遠 所以其實只是看到 你看後面那邊 是真的有一點霧霧的這樣子 那是在對面 然後因為我們有 那時候有訂了一個行程 就是觀光船可以到那個火山旁邊 去看那個熔岩 對 然後我 他不是還有直升機嗎 有直升機 但是因為直升機 那時候已經停飛了 就是不行 但是那個船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還說還是可以去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有擔心 因為我們有帶小朋友 想說那個火山爆發這樣 我們在那個船 在旁邊看那個熔岩 這樣會不會很危險 結果我們後來就想說要取消 結果我們同行有兩個 一對情侶 他們就是外國人嘛 比較TK 就是說他們要去看 然後結果他們兩個就去了 結果去了之後呢 那個火山那個熔岩 然後一噴出來嘛 結果就彈到那個船上面那個屋頂 就這樣燒起來 然後燒起來之後 我那個 這麼近啊 很近很近 其實他們在看的時候 那個火山就是這樣子嘛 你看大家就在旁邊看這樣子 太酷了啦 好美 然後那個船 就從它旁邊這樣開過去這樣 它其實是很漂亮 因為那奇景 你平常是沒有辦法看到 結果他們就這樣子噴上去 那個火就整個燒起來 那個船啊 然後我那個朋友 那個男生 他腳就... 因為那個熔岩那個那個 就噴到他腳上面 整個燒起來 然後因為那個 你知道那個熔岩到那個海裡面 他會有一種毒氣 就液體嘛 結果噴到那個... 那個女生朋友的眼睛 喔 結果他整個一整個回來啊 眼睛都是霧霧的 他嚇死了 他以為他瞎掉了 結果呢 結果回來大概一個多月 然後慢慢治療才看到... 才看清楚 太可怕了 這真的很嚴重 你知道還好我們... 我們都沒去 嚇死我們 真的還好耶 而且那台灣新聞有播啊 那個船 那也太危險了吧 還開放那個船 就是那時候他們可能... 我就是在那個中間 就是... 飛的...飛行的要取消 然後船應該... 他們覺得還可以 還可以去進去 它兩個都不安全啊 就是很危險啊 真的非常危險 更恐怖的就是這個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我覺得海角最恐怖 對 我現在正講的 我的故事現在是仙台嘛 然後那個發現 參與大地間的時候 他被衝走耶 對... 我們現在... 那時候是在國小... 還在年國小啦 然後那時候在外面上課 大概到了下午三點 突然聽到 我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後來呢...不到多久 就開始... 就遞見了 我... 臉張都張不起來的那種 就是東倒西歪 後來我就馬上找那個老師求救 沒想到這個老師 一個人跑掉了 已經跑了 對 而且跑得很遠喔 因為太恐怖了嘛 對不對 後來第一間停了嘛 不到多久 聽到一個廣播的聲音 有一個女生一直說 趕快變啦... 海嘯要我來的意思 對 那時候又是很小嘛 對不對 我不知道海嘯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就跟著同學們 一起跑到附近的高速公路 後來跑到一半的時候 我突然從後面聽到 海嘯來了 趕快... 快變了 快飛沖走了 我就看到後面 黑色的很大的海狼 一直都跑進來 然後... 就在你的身後這樣 對... 很大片嗎 很大 差不多二十公里 這麼高 對 然後我還排不到高速公路的時候 撲過來我的現象樓 就是像這樣子 這真的很... 就是我的學校在這裡 然後那時候還在這邊 然後高速公路是在後面一點 對 後來我就剛好看到一個很大的樹 我說 用兩手一直抓... 看到左邊右邊 我的同學都跑掉了 被衝走了 不知道跑去哪裡 然後那時候我以為是做夢啦 但是... 那時候還以為我是做夢啦 後來... 那個第一個海嘯我退掉了 我馬上跑到那個高速公路 我看到... 我的撿個故鄉 都變成這樣 差不多... 過了三個小時之後 那個海嘯我退掉了 然後我馬上回自己的房間 家裡看我的... 看我的... 那個什麼家裡的情況 這是我的家裡 這是以前的樣子 然後... 那個... 海嘯過來之後 被重走了 全部都被重走了 全部都不見了 對 好可怕喔 這是另外一個 我的鄰居的照片 海嘯重過來之後的照片 天啊 現在是這樣子 全部都不見了 對 就是... 對我們現代人來講 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嘛 我們之前啦 我們之前的文化就是說 如果有地震 人會覺得 喔 這個土地不要我們 那我們就重新蓋 到另外一個地方 可是後來慢慢 義大利變成天主教為主 他們說這個不算 所以他們就開始 做越來越大的城市 越大在一些地方 然後有地震的時候 整個都被打掉 像我們那個很有名的一個地震 是2016的 三百個人死了 在羅馬的背部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到現在 我們蓋的房子 我們現在蓋的房子 都是簡單水泥 我們都沒有那種房... 房政 像台灣蓋房子很厲害 可是義大利真的不會蓋房子 像我阿嬤她小時候 她也有一個地震 然後她在家裡 然後整個城市都... 都倒了 然後我阿嬤也在房子下面 她留在那裡一整天 然後她的兄弟姐妹 她有五個兄弟姐妹 然後每一個都死了 只有她留下來 對 只剩下我阿嬤 對 然後她從那個時候 以後她一輩子都是一個個性 非常非常害怕的人 她怕所有的東西 肯定的 台灣真的每年至少上百起嘛 對 太多了 對 這是規模四以上的地震 你們在台灣那麼多年 應該有經歷過幾起 是讓你們印象深刻的 超恐怖的 對 超恐怖的 真的 因為最近就是八月初發生的地震 它應該是我認真 最大的地震 我就也沒有辦法起來這樣想 因為就是她咬得很嚴重 然後我看我對面的電視也這樣子 一直咬一直咬 然後我就是真的心裡面 我真的一直想 我該怎麼辦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 我該怎麼辦 剛剛說就是八月這個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 因為也是就是我們在睡覺嘛 然後我起來 然後整個就是 好像真的咬了過大的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就是馬上就是 跑過去安東那邊啊 然後就是 保住保護啊 保護她 當在她的上面 這樣子想要保護 唯一有事情 那你老婆呢 睡覺啊 你老婆呢 不管她了嗎 沒有 她也是 沒有 因為她是抱 因為她是抱著安東睡覺 沒有 她老婆是在抱地上去的 照顧她 那時候我玩了一整個晚上的電動 然後早上來了 我就說差不多要睡覺 然後我就要準備洗澡 真的很累 很累 我準備要洗澡嘛 洗澡也要先脫衣服嘛 我就先脫衣服 然後在床上看著我的手機 我想說等一下我就去洗澡 脫衣服還可以看手機 脫了衣服看手機 你脫衣服想那麼仔細嗎 脫衣服要用手脫嘛 啊你怎麼看手機 一邊脫衣服一邊看手機 請表演 我先脫 我比較懷疑她脫完衣服之後 拿起手機 到底想幹嘛 對 為什麼 脫衣服之後要看手機 就用手這樣 那你現在這個角度是拍到什麼 我在看啊 我在看東西嘛 反正嘛 我就準備要洗洗澡了 是 突然 就開始 超大 怎麼辦 我都沒有穿衣服 我也沒有想到這個事情 屌而郎當地跑出去 我差不多啦 你知道我拿著棉被 啊 我拿著棉被套在頭上 然後拿我最貴的吉他 然後就這樣 開始跑耶 我也不知道我跑去哪裡耶 我就開始跑 我有一次我先 跑進去廚房 然後說錯了 要跑回去 錯了 錯了 欸這個很晃你知道嗎 很緊張 很緊張耶 我想不清楚耶 你一開始喔 就是你不知道 你是剛剛在睡覺啊 是醒來的時候 所以抬到的時候 我覺得 半夢半醒 因為好像早上五六點的時候 早上很早 五點半吧 五六點的時候 所以我就起來的時候 馬上跑往外面 然後因為 我睡覺是 那服裝的狀況 要不要交代一下 我是落體睡 所以我完全不會穿衣服睡覺 你看到沒有 然後我一 人家沒有拿棉被 他就快你一秒 對啊 然後我完全 就是我真的我想跑 然後就是 完全沒有拿東西 然後因為我是 我跟室友組 然後我室友四個都是女生 然後我先跑到廚房 會不會有人懷疑你是刻意 我先到廚房的時候 我覺得 不對就是有那個瓦斯 為什麼你們都先跑廚房 對為什麼都不掉 因為就是 比較大的空間是廚房啊 你沒辦法去別人的房間啊 然後從廚房出來 我覺得不對就是有那個瓦斯 它會炸掉 就到那個陽台 然後我到陽台的時候 我四個室友在那邊 他們一看到我 就開始打腳 然後我覺得 沒關係 沒事你們不用腳了 然後地震已經沒了 然後他們就是一直腳不停 然後說我們不是腳的 一直腳不停 對 然後他說 你是不是需要再噴一點 乾冰冷靜一下 不是啊 我們現在動為什麼 他們用了六百瓶的 對 他們就是這樣用的 對 然後他們就是打腳的是 因為是邏輯在那邊 不是因為地震 然後我看到他們 我看到自己 我也開始打腳 那他們是開心的打腳 還是失望的打腳 那後來他們分別 他們是打腳的 有一次我就跟我老公也是 在地震的時候 我們兩個剛好在山上泡溫泉 然後在房間裡面是沒有穿衣服 結果他也是沒有穿衣服 他就衝出去 就把門打開來 他說你在幹嘛 然後我說我沒有穿衣服啊 我就一直抓著那個 就是浴室的那個 就硬不出門 然後我老公說 你看他出來 我說我沒有穿衣服 他說你要死還是要 就是裸體 我說我不知道裸體 必在看到 你要對自己的身體有信心啊 OK啊 人家看OK 重點是這個嗎 為什麼要給他看 對啊 而且有人還會去拿吉他耶 對啊 那個很貴 你拿吉他在幹嘛 我們有時間穿衣服嗎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自己想要下次見 拜拜 拜拜 馬來西亞算是一個天災比較少的地方 但是每隔兩三年我們的隔壁朋友就會送這個過來 煙霾啊 對 我們有煙霾的問題 從印度尼西亞過來的 那因為我們的那個地理位置嘛 在印尼的蘇門達蠟島 剛好就是在馬來西亞西馬的旁邊 然後可能因為是夏天 然後很熱的關係 然後它開始就起火了 再加上有一些農民可能他們就是焚燒 所以這個煙霾的問題就變本加厲 然後也因為風向的問題 就把那些煙霾從印尼吹來了馬來西亞 然後非常的嚴重 那幾乎從我們開車的時候 那個能見度是非常低的 那麼黑啊 對 所以你可能就只看到你前面大概 前面那一輛車的距離了 對 就大概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開車是滿危險的啦 我覺得 然後我自己也很擔心 因為我媽媽她有哮喘病 所以會引發很多那些呼吸道疾病 所以我真的對於這個我是滿怕的 所以大概每兩三年就會有一次左右 然後最嚴重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勒令停課的時候 影響了大概四百萬個學生左右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狀況是滿嚴重的 然後在這個幾個星期裡面呢 我們藥局裡面的那些口罩 全部都會賣完 會斷貨 然後有一些比較不好的商家 他還會特地的起價 對 因為就真的斷貨了 那有一次我剛好就開車在吉隆坡 那時候女朋友坐在我旁邊 然後我們經過的時候 你看整個城市就變成這樣子 你幾乎是看不到雙子星塔了 其實雙子星塔在這裡 但是你都完全看不到 會消失了耶 完全消失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開車的時候 在路上嘛 女朋友坐旁邊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在一個公車站 旁邊就看到一個媽媽帶著一個大概 目測五歲大的小男孩吧 他們在等車 然後他們沒有口罩 然後我車上 我記得大概剩下六到八個左右 然後後來我就靠邊停 然後我就拿了兩個 我就開車 開門下去給了媽媽 然後媽媽就跟我說 謝謝 謝謝 我們最近就真的買不到口罩 然後他們很開心 然後一直謝謝我們 然後因為小朋友嘛 然後我覺得就很無辜的感覺 然後走上車之後 我的女朋友還跟我說 好吧 你現在給了人家兩個 那我們明天後天怎麼辦 這個女朋友該分手 分手了 無論如何 所以那個時候就看到 不管是媽媽 小孩還是我們 我們對口罩的那個需求是非常高的 哇塞 那看起來真的很可怕 對啊 完全伸手不見五指 對啊 可是不過呢 巴西 我們是全南美洲最大的國家 我們的天災不多 可是其實最嚴重的還是火災了 對 真的啦 就是因為其實巴西就是 最近年的溫暖度真的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呢 我們巴西還有一大片的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乾燥 這邊的乾燥呢 就是例如說 巴西住的地方就是像這樣子 不開玩笑 就是這個地都是裂開了 這個是這個巴西北部到中部左右 已經剛不下雨到變成這個樣子 哇塞 樹都枯掉了 對 有點沙漠化了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這邊有好多的農業 然後沒有下雨 然後再加上溫度很高 都會照過四十度左右喔 在配上比如說他們發現了有一些毛 一些動物的毛 跟那邊的那個草地 乾乾的草地 會有一個摩擦 那些東西全部都會自然的發火 自然 自然發火 全部是自然發火 而且這個問題在巴西 對巴西人來說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因為你看我們巴西的地這麼的大 發生這些火災的地方 都是沒有人在的地方 然後就會一直燒 一直燒 然後還要派人過去 還要找哪個地方 還要去控制哪個火的方圍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你們現在這個天氣 亞馬遜河現在這個應該是 沒有 這個有點不一樣 我等一下來解釋 我先來解釋 我自己親眼看到那個天然的火災 就是1888在那個水晶的礦場 我們的礦場沒有到那麼的乾 可是也是一樣的乾 然後我們就是有一天 我是真的起床 是因為那個濃煙 就是一個非常濃的煙 就是進去我們的那個枕棚裡面 然後說什麼東西 我們一打開就是 都是白白的那個煙 然後我們就發現了 在我們的那個挖礦的地方 附近是真的自然的發火 就是莫名其妙的 然後就是我們要想辦法 一直把那個火改掉了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那說到亞馬遜呢 我相信就是現在全世界都在看這些東西 然後身為一個巴西人 我是真的要跟全世界說很對不起 因為亞馬遜的這個火災 它不是天然的火災 它真不是天然的火災 因為第一個 它的穩度跟它的那個濕度 完全沒有辦法去造成天然的火災 第二個 所有在亞馬遜的那些 所有發生火災的地點 都是靠近巴西亞馬遜的那些城市 所以發生森林扛法的地方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因為我們會靠森林扛法 Deforestation 來把那些豬全部烤掉了 然後就故意把它掃掉了 它就會變成肥料 會變成肥料 我們就可以把那一塊地 去做農業的市場 而且最糟糕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巴西人很難過 是一直埋我們的總統 因為那個是合法的 只要你有權利 跟政府申請一個東西 我就是要把這一塊地掃掉了 為了去做農業的市場 好 可以就可以做 沒辦法把它抓出來打一頓嗎 沒有 因為那個是政府 支持的一件行為 為了農業 為了農業 為了種物什麼的 就會去做 那我們就真的很糟糕 因為助力的方式非常的不OK 對 2019的那個 那個加強的 跟最近十年的 那個亞馬遜的火災 已經超過了 最早74% 就真的很恐怖的 所以 最容易是巴西的火災 是還滿普遍會看到的一件事情 而且很難解決 可是亞馬遜是真的很 難解決的問題 最大的是因為是人類造作的 對 而且它是地球很需要的 對… 就是大概 會大概是真的像這樣的照片 天啊 我們很多空洋氣是從這邊來的 你知道嗎 最近三個禮拜 一直這樣子不停地掃 已經掃掉了大概十萬多的 足球場的那個… 大小 大小 超級恐怖的 這地球該怎麼辦啊接下來 而且我是真的很… 就是我… 現在有件事跟故事沒關係 就是真的很感動 因為最近 就是國際的那個 None Profit Organization的一個網站 去開始就是… 叫大家來… 去簽名吧 去… 去做一個… 跟巴西的政府 去做一個公開解決 然後… 我已經有影片了 我本來今天有發稿 可是來不及 我看到那個… 所有國家的人 我不開玩笑 這我… 大部分是台灣人 一直抬台灣… 一直不停地 台灣就會在那邊簽名 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謝台灣的朋友們 這樣子就是… 出一聲 就是… 希望就是可以趕快解決 這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 真的 就是我要講 因為俄羅斯… 就是剛好有發生… 雷暴雨 對 就是… 聽起來好猛喔 就是因為俄羅斯非常的大 所以其實我們每一年每一屆 都有不同的田在發生 可是我要今天講的是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是… 最近一百年內是最嚴重的 這是在摩斯科發生的 因為… 雖然那時候我… 人不在摩斯科 可是我還是有很多… 所以你也是道聽途說 沒有 是我的朋友 跟我的家人 都跟我講的這件事情 那時候他們是說 他們的孫勢非常的大 因為這一次打淚還有… 閃電都很嚴重 就是我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哇 好忙的天空喔 這拍到的還算小的 哇 那時候還有更大的 可是這樣拍起來好美喔 對啊 很漂亮 超漂亮的 可是看起來… 可是… 同時非常的恐怖 因為那時候就是… 那個… 山店一隻山… 一隻山就是… 外面聽到有人就是嚇到… 嚇到就是… 叫大聲這樣子 然後他們有很多人說 如果是有這個山店 就是還有打淚 就是要趕快進去裡面 就是… 絕對絕對不能站在樹下面 或者在空間很大的地方 因為會打倒你 嗯… 然後隔天我看了新聞 真的有非常多人 受傷送到醫院 被雷打倒 因為就是被打倒了 對 可是這樣這樣真的很美耶 真的很美沒錯 這樣拍起照來真的滿漂亮的 對 就是真的很美 可是同時很恐怖 很常會有嗎 其實這個是幾乎每一年都有 可是這一次兩年前是… 最近一百年內是最嚴重的 而且那時候因為下大雨 非常的大雨 所以… 最大的損失是很多東西淹水了 就像… 有一些房子啊 就可能就是人家住在第一樓 他們就淹水了 然後車子幾乎都淹水 然後就是… 水就是到車裡面 就是… 車子就壞了 裡面的那個狀況就… 都壞了 所以就… 要出很多錢處理 而且那時候 因為這是夏天 所以這個冰包 它是… 就是下雨的時候 它也會有這個冰塊 因為是夏天的 那時候我的朋友 他… 就是… 沒有那個家庭 所以他必須的把車子 停在外面 就是也是大大的 就是它的玻璃 然後就是前面的那個地方 都壞掉了 哇… 這裡有照片 就是大概就這個樣子 哇塞 大家都看紅色的車 就是很大一塊 然後就是它會一直打… 打…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的雨會下很久嗎 這…這不是雨啊 這是冰塊啊 這這樣子會下很久嗎 這是會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車早就砸爛了 對啊 完蛋了 你看那三台車要去喝喜酒的 搞成這樣 那個時間也要討論 換新車耶 所以絕對不要讓小朋友 或是老人就是出去外面 因為大道真的會受傷 那你們那種什麼公共 比如說像高鐵結業那些 都要停駛了吧 在外面的 會啊 就是全部都停止 然後就是不開了這樣子 那飛機怎麼辦 飛機也有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今年五月的時候 就是有一班飛機 它起飛的時候 就是沒有就是飛多久 就是好像有大雷 然後有三點 然後被打到 喔 然後它就是在 就是天空就燒起來了 然後它這個必須的記者降落 後來就是 因為它燒起來了 也有死了七十多個人 蛤 因為後面的人 就是坐後面 坐那個飛機尾板 打到機尾是不是 對 它就燒起來 它沒有辦法出去 就有前面的人 有來得及下去 就是出去 可是後面的 因為就是排隊很久 然後很急 然後飛機很長 所以他們就死了 那時候就是 做調查的時候 也發現 其中一個原因 到現在還不知道 真正的原因 可是很大的可能性 是因為哪一天天氣不好 所以可能就是有那個 搭了 還有三點被搭到了 我爸爸以前 他是當軍人 也是做工程師 剛好就是做飛機的 他也說了 有一些情況下 真的如果就是 商店 然後被搭到 或者打了 就是真的會燒起來 就是要看狀況 有一些就是 很多的因素放在一起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剛才也說到淹水的事情 你們其他人有遇到這種 很常會遇到淹水的狀況嗎 巴西 巴西 淹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嚴重 因為我們常常會碰到那些暴雨 會一直下雨不停的 然後我們的城市 它沒有辦法 準備那麼多的水 所以會常常快速的那個水 會一直蒸起來 可是這要告訴大家 巴西人是非常的幼稚 因為遇到這個狀況 我們還是會做一些 人家不會嚇到的東西 例如說 在路上拿著一個繩子 放在一台車 這樣子衝浪耶 所以要衝浪 對 因為那個水很高 可是那個車子還是可以移動 然後它會在後面 這樣子一直拉著那個東西 或者譬如說在酒吧 跟煮酒菜喝酒 然後那個水浸到喜改 你知道嗎 這會真的遇到的畫面 這樣子酒吧還開啊 還開 而且電視還有電 對 美國人也是啊 美國我曾經看過一個影片 它就是 它就是有一個小船 然後它在那個城市裡面 它去麥當勞那個得來鼠 然後在小船裡面 鹽水啊 對 在小船裡面叫那個外送 不是外送 就叫麥當勞 應該還有Jet ski吧 Jet ski 不一定有Jet ski Jet ski 那就是鹽很大 水上不都在那種 對 台灣最大的煙水 台灣我跟你講 最近也常遇到這種大豪雨 對 就是在短短的 比如說一個小時裡面 然後下了多少毫米的 那個他們就說 那個水好像就是用倒的一樣 那個量非常大 從小聽到最大 一直在講就是賀博颱風那一次 造成很多的那個淹水 對 那時候巴德路是 那時候中校東路 有其 某一個電視台之前在地下室 不是後來水整個東西淹很多人 中市 對啊 後來不是還走了滿多人的 對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Monday We'll see you in